大家好,我是Fairly 小朋友,我一直都跟你們說故事 那些故事全部都是潰本類故事 那你們又知不知道 我現在究竟在看什麼書呢? 答案就是 因為我看你的爸爸媽媽都聽過或者甚至看過的系列 就是 惠斯里系列 我現在看的是惠斯里成人版 它裡面 全部都是文字,沒有圖畫 那你們可能會問 我是不是由他本就直接一跳 跳到他那些 又厚,又多字的文字書 其實不是的 我在中間還經歷了很久很久 現在才看著這麼厚的書 而我今天就會介紹給大家聽我的看書歷程表 由我一開始 那我看繪本 開始慢慢看得夠了 想看多些字 更加有趣的書 於是呢 我就找到這個 小妖怪系列 小妖怪系列 就是它給一個地方 例如城市 或者一些東西 例如交通工具 然後呢 就去講裡面的小妖怪 如果你很喜歡創作的小朋友 應該會很喜歡的書 那這本書裡面呢 那這本書裡面呢 就是了 它是呢 那些字比繪本多的 而這本書呢 都比較厚 不過不用怕 它每頁都會有圖畫的 那 它主要就是用文字來附著圖畫的 那就可以比你更加容易理解了 我覺得呢 這個呢 小字多圖 但是呢 它的頁數和字數呢 都比繪本 都是一個很好的文字書 我看完這個小妖怪系列之後 我又看第二個系列 就是大家應該都聽過或者看過的一個系列 就是皮皮偵探的讀本 那我看它讀本 那我看它讀本 應該大家都知道 大概的內容 我都不多說了 就是這個皮皮偵探呢 就去查案 那呢 我就認為 這本書很適合一些 在外動腦筋的小孩 因為呢 它裡面 有迷宮 找東西 還有一些問題 那它在第二頁 就會有答案的了 但是當然呢 當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它這本呢 比小妖怪系列 應該是再厚一點點的 它裡面的文字 都是多一點的 不過它每頁都 還有彩色的圖畫 令大家很容易就理解到 而且它的圖畫都畫得很仔細 可以令你很容易就知道 那個情況 當我看完這些 較多字的書之後 我就開始聽到 爸爸媽媽說 你試看中國四大明珠 中國四大明珠啊 這樣 我就在想 都可以試一下 我又不知道哪一本會有趣一點 因為我沒有看過 於是 我覺得 書名是最吸引那本 開始看電影了 最終我就選了西遊記 西遊記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它不會只有一個版本 機緣在合地 我就在書局找到一個 我覺得很適合我當時年齡看的 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 它就分了上 下集 雖然裡面的劇情 很多 主要都是講孫悟空 他的師父 還有 他的兄弟 就去取西經 一路上 就去經歷不同的難關 而它兩本合起來 都很厚 幸好它就分開上下集 雖然它劇情很緊修 但是因為分開了 令我看得更加舒服 而且裡面 不單止 是一些文字 它還會有圖畫 又會有一些小漫畫 當它看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可能跟那個故事有少少關聯 它就會有一個小漫畫 令你可以看下去更加輕鬆 它的字雖然 多了 和小了 但是圖畫仍然是這麼多 我覺得這個系列 就很適合剛剛起步看 中國四大名著的小朋友 當我看完這個西遊記之後 我都很喜歡 所以 Yoshi爸爸又買了 他同一系列的 三國簡易 回來 但是我之前 還沒看過 爸爸買完回來 我才開始看 而且 雖然文字 都是一樣 圖畫一樣 那麼多 我都會繼續有漫畫 但是它裡面的人物實在太複雜了 關係都很多很多 又是仇人 又是情侶 都不知道哪樣打哪樣 對我那時候來說實在太深了 於是我暫時放下了 直到現在還沒看 我想繼續看《中國四大名著》 西遊記看了 三國演藝 覺得太複雜 紅樓無味適合我的年齡 最後我看了 最後一本 《水壺傳》 又是很幸運 我在書局到 想看《水壺傳》 找找找 找到幾款 結果就選了這一本 賣回家了 我一開始看他頭幾輯的時候 覺得 很悶 我就很不耐煩 跳對中間 一看 我覺得 挺好看 雖然它人物多 但是我覺得 關係好像比三國演藝 容易一點 所以 我就 很快看了 看魚 不覺得好看 就很細心看它 裡面 也有很多圖畫 還有 它裡面的字 比《西遊記》的系列 要大 不過它是 夾口 沒有分上下 字 也會比較多 不過 不成大問題 當我看完 中國的四大名著之後 我就 迷上了一套 魔幻小說 足足一年多久 而我喜歡的魔幻小說 就是 《魔幻偵探所》 我本來就是在圖書館看到 一看也挺有趣 裡面就是一群魔幻偵探 他們每個都有魔法 就去破一些案件 而那些案件 全部都是魔怪 幽靈的所作所為 它裡面 字比較小 而且也比較多 不過 久不久 也會有 大的圖畫 在一些 可能比較難想像出來的畫面 就會輔助你 它整個系列都有很多本 我足足一年 就差不多都看完了 到了差不多現在 當我看完那些畫面 之後 我就看了一套 外國很著名的小說 《納尼亞傳奇》 本來我只看了 《獅子女無魔魔衣柱》 我怎麼發現呢 就是 爸爸在圖書館 借了回來 給我和爸爸一起看 但是 回來之後 當我看到《獅子女無魔魔衣柱》 中間 最刺激的部分 那時候 很好看 於是我就偷偷 收起來了 一來又想看得快 爸爸 二來又覺得很好看 很快看完 後來爸爸當然知道 都知道我很喜歡 就買了一輯回來 那它裡面呢 就是講一群人 進了這個 納尼亞這個地方 那這個故事呢 這本書呢 全部都是文字來的 就沒有 任何一幅圖 小小幅都沒有 那你們可能會想 會不會很難理解 我就覺得呢 對我看的年齡來講 都不會太難的 因為雖然它沒有圖畫 但是描寫得 比我剛才介紹的更要仔細 所以你很容易幻想到 它整個場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例如封面這隻最大的獅子 它在故事裡面描寫完出來之後 我都可以大概想到它的樣子 它的題材和小妖怪系列 有些少少相似的 都是一些少少魔幻 但是小妖怪系列呢 它就全部都有圖 於是呢 你就會想到那幅圖 可能 而看這個納尼亞傳奇 我覺得更快一點 它沒有圖 但是呢 就詳細一點 介紹得詳細一點 讓我腦海裡面 都會自動出現一幅圖畫 畫了一幅圖畫出來 就不用特別再去到 深究究竟裡面 那圖的場面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本書 就適合一些可能 高小至中學的朋友仔 就適合題了 以上就是我大概的看書歷程表 希望呢 都可以給大家少作一個參考 如果 你們對我剛才介紹的任何書 有什麼言論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而我也想知道 你們現在又在看什麼書 可不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段影片的時間都差不多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